哈喽 这两年许多行业发生很大变化 我爸妈开饭店的 去年也关门了 你们应该知道为什么 我太赚钱了 我爸嘴里各种网络词汇 我对他少了很多尊敬 正常吃饭 他说儿子咱们开炫吧 我说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他说你爹味珍重 我说你是我爹 他说双Q 我说 爸别Q了 我是双猫胎世家 我爷爷生了双猫胎 我爸也生了双猫胎 我说爸 你是怎么分清我和我弟的呀 他说我是你二叔 我说那我爸在哪 他说你爸在杨博出去玩了 我最好的朋友 跟我说他得了重病 我说你减减肥呀 我经纪人最近也开始逼我减肥了 我也有身材焦虑了 有一天买了个鸡蛋灌饼 想想不能吃 给了路边一个乞丐 他说不吃碳水 我说 但你是个乞丐呀 他说对啊 胖了就不可怜了 我的风格叫one liner 中文叫一句话笑话 之前去大学演讲 下面坐着50个老师和1000个学生 院长为难我 上台说 来 一句话逗笑我 我说你学术造假 他说 哈哈哈哈 真会讲笑话 我们继续 我中学 英语成绩不好 60分的选择题 只能得18分 老师很生气 说 你信不信 我把答题卡扔地下 踩两脚 都比你分高 我很不服气 凭什么他的脚 比我的脚厉害 他说 因为我是扁平族 我高中 早恋 和女朋友在操场散步 有人抓 我掩护他逃跑了 只抓到了我一个 问我 另一个人呢 我说没有啊 我自恋 你们很聪明 很聪明 我想先布置一下场地 你们觉得无聊 可以先投票 我想 认真说一件事情 我爸 上个月住院了 他抽了三十多年烟 我妈也劝了他三十多年 但他不听 所以怎么说呢 也不能怪我妈 下手太狠 我妈问他 烟有什么好的 我爸说 YYDS啊 我妈问我 什么意思 我说愿意 动手啊 我爸求饶 别打了 你是我的神 我个人看法 我觉得网络是丰富了生活 但也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 我坐地铁 旁边大哥 一直刷那种 美女穿短裙 跳擦边舞的视频 还外放 几分钟后 刷到了我的视频 两秒钟滑走了 我滑了回来 谢谢 我说大哥别着急 他一会儿也跳 大哥看了五分钟 说 他怎么还没跳啊 我摘下口罩 因为我不会 然后转身跑下地铁 我觉得我太厉害了 那一刻 我觉得我太厉害了 大哥冲着我的背影喊 你等下回见面呢 这茫茫人海的 一个小时后就见到了 他对我说的话是 来 一句话逗笑我 加麻辣 谢谢